据台湾媒体报道,资深歌手江明学18日传出身亡消息,在新北市深坑租屋处上吊自杀,享年57岁,现场未留遗书,全案目前依法办理中。 他生前罹患忧郁症,更被查出吸食病毒,情绪相当不稳。 18日传出死讯后,曾担任过华世中广主持人的杨美慧,写下166字文悼念,悲痛万分。 他说,你说你会远离毒品重新出发,你答应过我的,没想到汉世仍无法挽回。 杨美慧激动得连发三遍,现在呢,无法置信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